欢迎收听生肖运势属牛的朋友 今年虽然太岁山和年 人缘可算是相当不错 不过由于今年的凶薪太多 而急薪又少 恐怕事情难处理 所以要小心 在这个事业方面 今年必须委屈存在 切勿与人争锋相对 否则便会雪上加霜 令业务的发展难上加难 此外由于今年多颗是非星在命宫中出现 除了要预防被小人按键所伤之外 也要切记无 也要切无现作非法勾当 否则必定法往南逃 因为这则新闻有点难 所以我看着电话来念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收听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舌年 大家好 我是您的播报员陈凯旋 谢谢